我们再来看看星链和5G的区别 5G最近一两年也挺特别火的 因为5G好像传说中5G的速率非常非常的快 取代了4G 4G本来就挺快的 然后现在又有了星链 很多人就觉得好像这两个竞争关系 是吧 谁才是下一代的通信技术 但是实际上这两个不是一回事 或者说差别非常的大 他们某种人经常说交际很小 就是一个用户他也可以选择5G 他也可以选择星链这种 因为我们知道5G是第五代通信技术 就是手机的一个技术 跟之前4G、3G、2G 这样一路发展过来的 但是星链它本身是一个 我们可以说是一个网络的一个技术 网络 比如说你的计算机 计算机网络 你在公司用的这个网络 对吧 或者你在家里面用的这个宽带 这个是互联网技术 对吧 那个是通讯类的技术 这么一个发展 那我们说星链用在什么场景下 现在用在偏远地区 农村地区 偏远地区 在中国大陆可能比较难以理解 不是难以理解 因为我们的网络覆盖很好 对吧 就是说你几乎所有地方 你都有手机信号的覆盖了 对吧 你可以用4G 5G现在还不行 对吧 即便是在北京 也不是说所有地方都能覆盖到5G 因为我看到说 有些地方它显示变成4G了 毕竟就是5G 那你想说其他地方 对吧 大概类似于这种关系 就是说 星链的话 就是说你在一些偏远地区 你可能没有宽带介入 你可以用星链这种方式来介入 但是5G的话 那就看运营商的网络 能不能覆盖你那个区域了 这是一个 那在海外的话 在国外的话 你像美国 我没去过美国 但是据说是在它的偏远地区 农村地区 它人口密度很低的地方 对于营商来说 这个成本太高了 它收不回这个成本 它不会覆盖这些地区 这样子 所以说星链可能是 针对这种用户 还有一个是什么国家呢 像这种岛屿众多的国家 印尼 菲地宾 这种国家 因为它的岛屿上面的 网络的基础建设 那它成本是非常高的 在岛屿上 它未必有很多人 对吧 它很多岛 可能人比较少 对不对 这是它的主要一个原因 星链可能覆盖这种用户 然后 那我们再看看说 5G和这个星链的速度的比较 老说这个5G很快很快很快 是吧 其实你用了的话 你会发现 它不一定很快 有的时候比较快 有的时候不是很快 那我们说笼统说5G 5G是速度很快 它怎么快 5G是哪一块的技术 就是从你的手机 到你最近这个基站 这个之间它是5G 到了基站之后 你再往互联网走的时候 它就是IP的技术了 它就是IP的技术了 对吧 就是说你从这一段 从你手机到这个基站比较快 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网络速度是指的是什么 从你的手机 比如说我要访问一个网站 对吧 我要看一个网站 看视频什么之类的 假如说我看这个YouTube 从我手机到基站 我用5G的技术 从我手机到基站5G 从基站再到运营商的网络 对吧 它是IP的技术 从运营商再到YouTube的服务器 YouTube服务器在哪 不一定 假如在印尼的话 YouTube服务器可能是在 谷歌的数据机房 它可能在讲解答 也许我只猜测 那是说从我的这个基站 在路由好几跳之后 可以到这个数据机房 而数据机房的服务器 它给你提供了服务 对吧 你看说从你的手机到数据机房的服务器 要经过很多跳 每一跳之间都是有带宽的 对吧 分配给你的带宽是多少 都是会有影响的 对吧 这个可以很容易理解 对吧 那你说你最终得到的带宽 这个体验是多少呢 从你手机到这个数据机房 每一跳的带宽 取这个最小的值 分配给你的带宽 这是 这就是你实际的带宽 当然说你访问速率的体现 不光跟你的带宽有关 还跟什么有关 还跟这个延迟有关 延迟有关 就是说每一跳都会延迟 对不对 你的数据包的请求数据包 你发到这个数据机房的服务器 YouTube服务器 在从它给传回来的时候 对吧 双向的 每一 这个延迟是说 延途的每一步的延迟的核 是你总的延迟 这会影响到你的访问速率 这样子 那我们看看说 新电的话 假如你要用新电的话 你就同样访问这个YouTube 看我的视频 那它会什么样的一个过程 你的手机通过WiFi 访问到你的这个 新电这个网络 新电就是你家里的宽带 你可以类似于这种家里的宽带 对吧 只是说这个锅 你要安装在一个开阔地带 或者你装楼顶 不能有折挡 对吧 一般的树木折挡 会有明显的影响 这样子 然后它再通过新电 经过几条这个卫星链路 传输到 传输到 怎么说来着 传输到这个YouTube的数据机房 在哪是吧 它可能经过卫星 传到那个地方 但是它要落地 它要落地对吧 它从天上嘛 它要落地 这个局 它的地面站在哪 这样子 假如它的地面站也在 雅加达 对吧 或者雅加达那个区域 它从那下来之后 从那地面站 它也通过光纤 走到这个数据机房 对吧 也可能要经过几条 然后访问到这个YouTube的服务器 但是对YouTube来说 有一个 绝大的优势是什么 就是说 Starlink和谷歌 达成了战略合作协议 Starlink的地面站 就放在谷歌的数据中心 就是它的地面站 和这个数据YouTube的服务器 在同一个地方 物理位置上 在同一个地方 这就带来 巨大的一个便利 对吧 那我们看到说 这个延迟 从我的这个手机 到我的这个Starlink的锅 对吧 这个之间 因为它是局域网 它的延迟非常非常小 小于一毫秒 再从Starlink的接收器 这个锅 到这个卫星 这个大概是3毫秒 大概是3.5毫秒 我看别人计算 因为550公里 你可以按光速来算 然后再从这个Starlink 这个头顶的这个卫星 再传传传 传到这个 它的YouTube 那个数据机房的 所在的那个地方 那个卫星 对吧 它经过多少条 然后再下来 再到 它下来之后 就是局网了 对吧 局网再到这个服务器 这个过程 它的这个过程 有可能它的 延迟会比较小 假如是远距离的话 我们上次期间分级 1400公里 远于1400公里 这辆距离的时候 用Starlink的 它的延迟会更小 越长 这个优势越明显 这样子 然后它的速率 刚刚才说的延迟 再加你的速率 对吧 最终体现在你的速度 防御航的速度上 那它速率是多少 在局域网里面 我们现在可能是一个G了 对吧 假如说你是通过有线连接的话 一个G 你通过无线连接的话 可能一两百兆 如果说 当然也取疑WiFi的 你选择的WiFi了 对吧 WiFi现在到第六代来 WiFi 6 5G 就是一个运营商的网络 和互联网的协议 一个比较 WiFi 6的话 那可能速度就会很快了 所以它的瓶颈 不在它局域网内 而在于说 这个卫星的接收锅 到它的天线上 对吧 到它头顶的卫星上 它的速度 现在有人测到它的速度 实际上说 我们只能间接的参考一下 那个速度 它下载一个视频 对吧 它下载一个 它用这个speed test来测试 实际上它是全程的一个测试 对吧 就是说 按照伊隆马斯克的说法 它将来 它要达到1G的带宽 从它过到它卫星上的1G 个人用户1G 但是现在 普通用户测到的带宽 实际上 我看到最高的 可能达到400M 400M 是非常非常快的 我相信这个速度 我不知道5G是能达到多少 对不对 所以说 假如你是个普通用户 从我们的分析来看的话 我看说5G和Starnink的 应用环境是不太一样的 OK 下次见